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我来分享一幕 OK好 那首先先谢谢大家来参加这个活动 那我今天的演讲内容主要其实就是我的博士论文会做的东西 博士论文正在做的东西 好 那我们都知道其实风险跟不确定性在我们生活当中跟我们的很多选择都有息息相关 比如说是不是要打疫苗 这件事打疫苗这件事可能在台湾大家不觉得有风险 但是可能在美国就很多有人因为觉得打疫苗很危险所以就不想打疫苗 那或者是在另外一个domain里面的话就是比如说你想不想要投资虚拟货币 这些决定其实都伴随着一定的风险跟不确定性 所以呢一个人他对于接受风险的偏好其实是很大程度影响了他是不是愿意做这些决定 那我们研究者在研究的时候呢就把这个概念就是a person's individual willingness to make this kind of risky choice 叫做risk preference or risk addit就是你对于风险的态度或者是偏好 对好那传统上的比如说不论是经济学的研究或者是心理学的研究 通常都会把这个所谓的风险偏好想象成一个是一个比较stable的psychological trait 就是他是比较稳定然后不会有所改变的 然后在个体之间会有有所差异 但其实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出就是我们的风险偏好其实在个体之间是会有系统性的改变 就是会dynamic是非常dynamic的 对那过去的所以呢我们就会想要知道说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因素会造成 不论是个体间还是个体内的风险偏好的差异 所以过去的研究已经指出就是其实呃你的我们的性别是一个因素 他过去研究发现说女性通常都在对于这种呃财务上的风险会比较风险趋比 然后或者是年纪比较大的人也会偏向在风险呃财务风险上也是比较不愿意take risk 对那呃研究还有指出就是如果你有呃比较好的认知能力的话 那你会比较愿意去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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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这个是比较是造成个体间差异的一些因素 那造成个体内的因素其实也有很多 比如说不论是人类研究或是动物研究 他们都指出其实你的metabolic state 就是你的 我有点不太认识 OK就是你的比如说你饿不饿的这个状态 其实也有可能影响到你的风险偏好 但是就是在一个比较短的time skill 那或者是其实天气的好坏也会影响到你对于风险的接受程度的高低 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研究其实就是说 如果今天的天气还蛮不错的话 那其实这是在纽约市做的研究 就是纽约的买彩票或者是买运彩的比例会越来会比较高 因为你就会觉得说像是这就是有一种 就是所谓的我在这边做写的这个incidental good news 就是今天天气很好 就是不算是可能是你出乎意料觉得今天天气很好 所以就让你心情也变得很好 所以你就会愿意去做一些可能你觉得 你就是会对这些风险感觉有更好更positive的感受 所以你就会去做一些比如说买彩票这样子的行为 那当然也有另外的就是比如说也有研究指出 经济学校有指出说其实在08年的风险 那个金融海啸之后呢整体来说 人们对于投资的话就变得比较risk averse 那这就是有一个很重大的major life event 影响到了你对于风险偏好的承受的程度的差异 对所以其实在个体间跟个体内都会有这些 都有很多不同的因素都影响着你接受风险程度的 不论偏好啊或者是你的态度 对所以呢就是其实我们可以发现说 风险偏好这个题目其实在不论是心理学跟经济学 都被很多人研究而且是已经有好几十年的研究 那在这么多十年的研究之中你还发现说有这么多不同的因素 都可以影响这个所谓的风险偏好 那你就我们可以知道说其实要真的 呃知道一个unified的对于cost of risk preference dynamic其实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对所以呢呃 我的博士论文主要想要研究就是要怎么样去把所有的因素 全部纳在一起然后进行一个比较全面的分析 对好那我们其实主要有两个呃 主要的目标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想要呃 呃建立一个比较data driven的domain general risk preference ontology 那这个概念就是我们其实就是想要给呃 risk attitude或者是risk preference的definition一个更全面的呃 一个定义对那所以呢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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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跟Task Based Major 然后还有我们同时也Include 很多不同的Psychological Traits 比如说我们也同时把你的认知能力 跟你的Demographic的资料 还有你的Mental Wellbeing 跟你个人的Personality 这些东西我们通常 我们全部一起做的测量 那我们就是把所有这些东西 全部放在一起 然后我们进行了一个 我们做了PCA 就是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来决定说这几个过去都有被研究指出 跟Risk Preference有关的这些 Traits之间的Covariance是什么 然后我们想要知道说 哪几个之间的关联性比较大 那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 我们通常过去的研究 这些东西通常就只被测量过一次 但我们会进行 Repeated的测量 然后就是我们是一个Longitudinal的实验 所以我们就可以有机会得到 比较Static跟Dynamic的Risk Preference 的这个Ontology 对 好 那在我们有办法在对Risk Preference 做一个比较全面的定义之后呢 我们的第二个目标就是我们想要知道说 在这个比较Dynamic的Risk Attitude Ontology的 我们知道这个东西之后 我们想知道受试者 他平常的一些Environmental State 跟他的生活中的一些State 这些东西是不是会影响这些所谓这个风险偏好的改变 所以呢 我们最终我们是希望可以建立 确立说 有没有什么他生活中的一些生活习惯的变动 也跟他的我们所测量到他的风险偏好的变动 之间有 有没有统计上的一些显著的关系 对 那这就是主要我们我的博论想要做的两件事情 好 那接下来就介绍我们是怎么做这个实验 那总体而言 其实我们就是收集了非常非常多不同的 的问卷 还有这种经济学的实验 所以呢 总共我们有收集了14个Self Report Surveys 然后两个主要的Economic Choice Task 然后我们就是测量了 就是我刚才说的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然后Cognitive Ability 还有Mental Health 还有Personality 然后这些其实都是有被过去的实验给证实过的一些因素 只是我们把它全部放在一起测量 对 然后我们进行了8周的测验 然后这些收视者们总共做了 总共有93个Instruments 在这个8周里面 然后在这8周里面 他们是每天都有做实验的 对 那每一个Instruments 就是会有一个specific的 Deployment Schedule 然后有一些呢 是两周做一次 那有一些 是就也是只做了一次 对 那上面的这一些方块的这不同颜色的是 就是有做多次的 进行多次测量的一些survey 就是比如说像是测量你的这个Anxiety的啊 然后焦虑的量表啊 还有你的Personal Health Question 就是在问一些跟Depress 就是跟忧郁症有关的东西 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就是Anxiety 然后Inter-Temporal Task 就是在测量你的Time Preference的一个 经济学家发展的一个Task 然后也会问你的心情 好跟不好的正面跟负面的心情 还有最重要就是我们的测量你的Risk and Ambiguity Task的一个Task 然后我待会会比较细的在讲这些这几个主要的Task 然后我也会介绍这个Activity Tracker的主门 我们是怎么做 那下面这些就是我们是做一次性的量表 那这些一次性量表就是因为我们是做八周 然后每一天都要做 所以我们尽量在每一天让他们做的时间 其实不超过三分钟 所以我们会把一些比较长的量表分成多天来进行 所以就是下面的这些量表就是他们总共只做一次 但是他们有一些会被分成比较小的小的小问卷来进行 对那这些其实就是这个就是Demographic 就是你的就是Demographic 然后这个Dose Per这个测验呢 就是也是一个经济学家发展出聊 专门在测量你对于不同Domain的Risk的 的likelihood就是你多愿意去take这个Risk 然后这个Risk可能是在比如说道德层面 或者是在经济层面 或者是在社会层面 对等等不同的层面 那CRT是Cognitive Reflection Task 这个就是在测量一些 比较像是一个认知能力的测验 对那这个BSI呢 就是是一个跟也是跟Mental Health就是心理健康比较有关性的一个Task 对那Dose Per除了有测这个你有多可能采取这个Risk 也有问你说你觉得这个从事这件事情的风险程度有多高 所以就是Perception 然后还有问说你觉得从事这个这件事情的风险 从事这件事情对你来说的意义的利益有多好 对那OTR呢就是Live Orientation Task 就是问你是比较悲观的人还是比较乐观的人 然后这两个是这个是问UPPS是问你的冲动程度 然后IUS就是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Survey 就是你对于Uncertainty的忍受程度有多高 对然后这个Reference Matrix就是一个IQ的Task 然后BIS BAS是一个跟你的Motivation System有关的一个Survey 然后最后这个BIS11呢是一个也是比较测量Impulsivity的一个问卷 对所以这以下下面这几个问卷呢就是我们总共测量一次 然后上面的就是有进行多次的测量 所以总共这些就是我们的主要有给受试者测量的东西 对好那接下来就是这些有Repeat的Major 那首先就是介绍这个最重要的就是Risk and Ambiguity Task 这个Task就是我们用来测量你的风险评好的 那我们就是会让受试者进行一个小游戏 他要做的事情就是在两个 这有点像这个Gumbo Machine里面去选择说 你想要选择这个永远可以得到5块钱的Machine呢 还是这个有机会拿到30块 但你有机会得到0块钱的这个选择 所以让受试者去做这两个选择 来评估说这个人有多愿意承担风险 那Ambiguity的部分呢就是说 你其实不太知道不同金额的钱之间 他们得的你赢得这个奖金的几率有多少 所以就是你对于这个几率这个资讯是不确定的 所以这就是Ambiguity Task 那Intertemporal Task呢就是在问说 如果今天给你两个选择 一个是可以今天马上就拿到5块钱 那另外一个选择是你可以拿到更多的钱 但是你要等等上比如说15天 那你会愿意做哪一个选择 对那这是我们要测量他对于时间偏好的一个方式 对然后这个Mood Monitor就是一个示范 就是说我们也问了他就是你的心情好不好 然后这次就是Happy就是比较正面 然后还有问这个负面的情绪 对好那这个就是主要的有Repeat的Task 在我们的手机界面上呈现的样子 对好然后呢这个Activity Tracker的话 就是我们会问说在一天内24小时中 你会你从早上就是从早上12点到晚上 24小时中你每一个小时做的做的事情是什么 所以就比如说可能中午12点到到一点两点之间你是在组东西 然后我们就会在左边有很多不一样的不一样Tategory的活动让他去选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个受试者一整天的活动的就是Activity Log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 那我们主要的问我们主要的有兴趣的他们的活动类别呢 我们主要是去我们主要是用他们从事这个活动有多少的时间来作为一个一个我们有兴趣的一个变数 所以呢我们会好奇说他一天睡了多少啊然后一天花多少时间在工作跟一天花多少时间在跟人相处就是socializing 还有他花多少时间在entertainment上面跟他花多少时间在staying at home这个活动 那staying at home就比较偏向是比如说你做家事啊煮饭这种类型的活动我们把它这些类型同样类型的活动把它夹在一起 然后就是作为一个staying at home这个变数 对好 所以总共我们有这就是我刚才介绍的我们的问卷跟我们的task总共加起来让我们总共会有35个变项 那我刚才介绍的生活上的活动呢总共就是有5个我们有兴趣的活动 对就是我们想要我们用这35个变数呢来create这个static就是这个比较静态的风险偏好的ontology 但是然后同时呢我们用这5个不同的act活动来代表这个受试者他的生活中的不同的event 不同category的event对所以我们就是想要知道这5个不同event跟这个risk altitude有什么关系对好 那呃 在就是刚才的那个task里面呢我们除了去比如说我们去问了我们的变这35个变数里面呃 在这个task部分有有有有八个不一样的variable那我们其实除了问说比如说呃 你有多大就是你的你take risk choice的ratio有多少像这样就是没有进行任何model的呃 变数以外我们还有进做了就是呃就是呃就是用risky choice model去fit这个他们的choice behavior 然后得出了一些parameters然后我们也用了这些parameters当作我们在create这个risk attitude的variables 所以呢我们总共用了两个model一个就是最基础的expective utility model 然后这里面就是有这个alpha parameters就是在测量你的risk attitude的这个parameters 然后另外一个的model我们就是用expective subjective value model 那这个model里面就有多一个变相 就是这个这个变相就是在就可以呃这个parameters就可以让我们知道就是这个收视者现在的呃reference point 就是他的expectation是什么 然后这个alpha你可以也把它想成比较像是在expective utility model里面的这个alpha parameters 那我们呃有这个model之后呢我们是用maximum likelihood去fit这个呃 single logistic function然后呃有这个gamaparameters是用来测量就是他在这个task里面他的choice的呃 noise的程度 所以呢我们在呃这个我刚才说的这这几个variables里面有include这些parameters就是这个alpha然后这个m这个gamaparameters 所以就是呃这是我们有就是我稍微讲一下还有加了上这些model fitting的部分 对 好 那呃呃介绍一下我们的受视者的的一个介绍一下我们的受视者那我们总共有123个受视者那他们是我们在craiglist上面跟在myu的psychology research participant system里面找到的 但大部分是来自craiglist所以就是我们的受视者大部分都不是学生对 那呃呃在123个受视者里面其实有蛮多人完成这个整个实验的所以要想说就是其实这是两个月的实验但是还是蛮多人完成 所以就是我们其实有蛮高的compliance rate然后有115个受视者完成所有的实验对 那呃呃我们把一些受视者排除掉因为他们从他们的选项选择上来看就知道说其实他好像没有在认真的做实验或者是他在我们的task里面做了一些非常的irrational的行为也是我们剔除这个受视者的一个criteria之一 那最后总共我们include96个受视者在我们最后来的分析对 那所以呢接下来我就要呃呃 介绍一下这是这个呃我们PCA的结果 好那这PCA的结果呢就是我们总共用了呃呃呈呈现的就是主要就是用这前面这四个呃r principal components 来代表我们所有的data 那前面这四个components呢 就已经就包含了总共所有variants的46% 对好 那特别讲一下就是 像这个risk ratio这个变数 其实我们是repeatly的在测量 所以其实我们有很多个risk choice ratio 那所以我们做的 我们在create这个PCA之前 我们就是用mean value来代表这些 有做多次测量的这些task 然后就是它是用他们的平均值来作为代表 对好 所以呢在这个table里面 我有上颜色的就是 它的那个loading 在这个PCA里面的loading是有大于0.2的 所以就是意思就是说 在这个principal component里面 这几个变数是比较重要的 那我们可以发现就是 主要就是在第一个principal component里面 主要其实就是包含比较跟心情 还有mental wellness有关的这些测量表 跟impulsivity 就是这个UPPS这个文卷 然后还有这个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所以就是其实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其实就是比较是那些psychiatrist 其实就是他们做出来的量表来测量一个人的 对于不确定性程度的忍受程度 然后就是他们很常用这个量表来跟anxiety 跟depression做一些关联性 所以就是可以发现说 在被psychiatrist设计出来的量表 其实就会跟其他这些所谓的anxiety 这些都有比较强烈的关系 然后这个我刚才说的这个 就是问你悲观程度跟乐观程度这个量表 也跟这些量表有很强烈的correlation 对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说 不同领域的人设计出来 来了解你对于风险评好的量表 其实就有很明显的差异 那第二个principal component 就是比较就会是我们在 就是这些task 其实就是经济学家设计出来的这些task 那这个task的主要就是在 在第二个principal component里面 就比较显现出 就是比较就是这个component 吸收了比较多的variants 那特别可以发现的就是 这个是survey 对survey里面 但因为这也是经济学家 心理学家设计出来的survey 发现就是他们在这个 第二个principal component里面 有共同的变异 对 好 对这边可以稍微讲一下 就是因为其实在风险偏好 这个研究里面有一个很大的debate 就是在说到底是要用survey 还是要用这种所谓的经济学家 做出来这种小游戏 测量出来的风险偏好 才是你真正的风险偏好 所以有一部分的研究 其实是在讨论哪一种measurement 比较真的有 就比较有validity 对就是可以比较generalized的 去真的测量所谓的risk perfect 所以这是有一个debate在那边 但我们的结果发现是 其实survey跟这个task 是有一些关联系 是有高度的关联性的 对 好 那但可以特别注意的是 就是这个task 主要还是跟比较financial的 domain的risk 比较有关系 对因为的确其实在task里面 就是他们也是问钱的事情嘛 那另外一个比较有关的 就是跟你对于健康上议题的风险程度 还有你对于安全议题上的风险程度 也比较有高度的相关 但比如说对于recreation 就比较没有那么相关 recreation 就是比如说问你 敢不敢去做那种bunday jumping 这种类型的问题 就比较没有那么大的相关 对 好 那第三跟第四个呢 其实就是有点 就是剩下的variants 主要可以发现 第三个principle component 主要就是 吸收了所有跟task 相关的变异 那第四个呢 就是比较是跟survey有关的 变异的variants 那我们可以发现就是 第三个principle component capture most variance from the risk repeated major 就是我们这些有repeated task 的变异量主要是在第三个principle component 里面 对 好 所以呢 呃 因为在 因为这个原因呢 所以呢 我们决定用 这一个 pc3 就是这个principle component 作为一个single vector 来create 来建立我们的所谓的dynamic risk preference ontology 好 那我们是怎么样从这个比较动静态的risk preference ontology 到变异量比较动态的呢 我们的做法就是呢 呃 我们就是 这是刚才我们 就是这几个variable 就是从这些task 出来的 就是有 呃 没有model model free的variables 跟model based variable 那这些就是因为 这几个variable 在pc3里面 有比较大的loading 就是他们占的比重比较重 所以我们就使用了这几个 呃 loading 那 我刚才有说 就是我们在create这个pca的时候 我们其实用mean var mean 就是他们的平均值嘛 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我们呃 呃 不是用这个平均值 而是我们把这个平均值 当时 create这个平均值的 不同的八周的数据呢 我们把它分别的拿出来 来代表不同八周的 不同的risk 呃 不同 八周不同的risk attitude related的 呃 variables 那我们就是 呃 做了metric multiplication 那让每一个受试者 在每一周 都会有不同的呃 risk attitude的一个score 那就是 相成之后就会有 每一个受试者就有八个 那我们有总共有 呃 96个受试者 所以就是96个受试者 跟然后每一个受试者就有八个数据点 所以就是会 变成一个8乘以96的一个metrics 对好 那在这样之后 所以我们就有这个 我们就得到这个weekly risk component score 然后呃 有一点就是要大概就是记得这个概念就是呃 比较少低的risk component score actually是indicate higher risk tolerance 就是比较低的呃 risk score 代表的是你比较愿意take risk 就是你比较有忍受风险的能力 那这其实只是数学上的那个正负号的关系而已 对 所以就是你就 有点稍微记得是这样子的关系就好 对好 那呃 我们要做的事情就像我刚才说 我们要怎么把我们的goal 1跟goal 2连在一起 就是我们想要看这八个数据点的risk component score 如何跟他在八个八周里面 他八周不同的sleeping time duration 跟他的working time duration 进行一个就是他们的关系 去探讨一下他们的关系是什么 对好 所以呢 我们就是想要知道说 比如说在t-1的睡觉的时间的总长度 是否会影响到你目前的t的risk component score 然后我们也同时也会想也会想知道说 那你在t-1 就是比如说前一周的risk component score 跟这一周的risk component score之间的关系 所以就是我们做了这样子的 我们依照这样子的关系去做了一个regression 嗯好 那所以呢 我们把这个regression写出来的话 就有点像是这个样子 这个pc3就是你可以把它想成是这一周 你的风险评号的分数 那我们想知道的是说 你在这一周之前的那一周 你的睡觉的时间总长 有多大程度可以predict你这一周的风险评号程度 然后我们同时也加入了这个variable 就是它是你的风险评号程度 前一周的风险评号程度 然后来control这个autocorrelation 然后我们再加入了受试者的 每一个受试者的domin variables 就是对 好 然后呢 我们接下来也问说就是 那在完成这样这个regression之后 剩下的resigual有多大的程度 可以被前两周的睡眠程度 跟前两周你的风险分数给解释 然后还有前三周的跟前三周的睡觉程度 跟前三周的风险 然后以此类推 对 然后 所以然后这个睡觉这个变数就是我们会置换 所以就是我们想讨论就是睡觉对于风险的程度 然后还有是你工作时间对于风险程度 所以就是我们总共其实总共就进行了不同的regression 对好 那最后呢 这张图就是 这个图告诉我们的就是 我们的这个beta value coefficient的对于 for this 这个活动就是 以这边来说就是这个睡觉程度 在at each time point 在t-1 t-2 跟t-3 and-4 我们发现说呢 当然在t-1的睡觉 会可以significant的predict你的风险 在当周的风险偏好的分数 对 所以就是这是我们唯一发现有significant的结果 那这两个其实就只是你的前一周的风险 有没有显著的影响到你下一周的风险 那我们发现是有的 然后你前两周的风险偏好 也有显著的影响到你这一周的风险偏好 对 所以我们发现其他的 日常生活的活动的predict power就没有统计上的显著 对 所以这是我们目前发现的结果 对 所以呢 如果要做一个结论的话就是 就是我们这个result就是demonstrate like domain general risk attitude ontology can be used to captur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你的日常生活 and the dynamic of the psychological properties 然后我们的睡觉时间可以predict你的风险偏好的改变 所以就是结论就是呢 从我们时间得出来的结论就是 如果你前一周有睡了更多的话 那你其实下一周会比较愿意become more risk tolerance 你下一周的时候你会更愿意的承担一些风险 所以我们这个结论可以告诉我们说其实一个简单的 生理上的一个东西就可以影响到我们的风险偏好的改变 对 那这就是我们目前得到的结论 我们也有发现说就是你的睡觉程度其实也可以显著的 显著的预测你上一周的睡觉程度 多寡也可以显著的影响你下一周report negative 就是负面情绪的程度 就是如果你像上一周睡的越多的话你下一周的风险 sorry你下一周负面情绪的report会越低 所以就是其实睡觉这个睡眠时间这个variable 似乎可以predict其实蛮多行为上的一些东西的 对 然后对这个就是我目前研究到发现的东西 对好那我的讲研究的介绍大概就是到这边 对然后这个是我们实验室的所有人 对然后就谢谢大家今天来听我讲这个分享这个研究 嗯好 谢谢芷芸非常精彩的研究 还有非常精彩的就是演讲 谢谢 我可以我可以先问一个问题吗 那就是 嗯对 就是 所以 我想问的是为什么睡越多会变得越 Risk Tolerant的就是我的 我想问的点是在于说 Risk Tolerant这种东西是需要自我控制 是不是跟自我控制能力有关 那它是比较需要自我控制的 还是不需要自我控制的 因为我可以想像说比如说一个人睡得越少 那它应该会 它的Self Control能力应该会 越差在他睡得比较少的时候 我不知道这样推测对不对 那如果是正确的话 那还是不对 那如果这样推测的话 那 不好意思就是 你先回答 请继续说 我没有我一说 就是听起来如果自我控制能力越差的话 感觉应该会越 不能承担风险 会更想要take risk 对啊 因为 对对对 因为有些研究在青少年的方面的是 对对对对 我也有看到这样的 是针对说因为青少年的自我控制能力差 所以他们会做一些很冒险的行为 对对 比如说 没错 对对 比如说 营救过量或什么之类的 对我想了解就是这方面的关联性 对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 首先就是我们 我们其实也有测量就是所谓的 Self Control这些 这个Trade 然后我们发现这个Trade 跟我们Risk Attitude的那些量表没有太大的相关性 那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觉得这个关系就是我们 我们在解释的关系就是 就是因为你可能 其实我觉得那个逻辑两边都可以讲得出来 就是如果以我们这个故事的逻辑来说的话 就是说因为你上个礼拜睡得比较好 所以你可能这个这个礼拜心情也比较好 那你心情比较好的时候 你对于一个有机就是有风险的东西 你可能会有一个比较 higher expectation 你可能也会比较变得偏向比较乐观 所以你可能就会想说 那我可以更愿意take这个risk 对那的确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 这个那个研究我也有看过 就是青少年其实如果他没有睡好 就是他睡sleep deprived的话 他就是可能就更没有办法 calculate他的一些行为 就是不能有做一些有效的运算 那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做有效运算 就也有可能做出一些 很有风险的事情危险的事情 对然后你说的那个研究的方向 我也有看过 所以就是其实我自己得出这个结论的时候 我其实也在想说要怎么做解释 那就是我们在paper里面写的解释 大概就是用这样的方法去做解释 那还有就是因为其实我们的所谓测量的这个 有repeated major的这个risk 其实就只是那个 其实比较偏向就是那些financial risk 所以就是 呃严格说 他其实 他就是either是没有 零就是零不是一个 他就是在一个positive domain的一个东西 他不是在negative risk的domain里面的东西 所以可能青少年那个部分的risk 就是比较偏向有loss的 但我们的risk都是比较是game domain的risk 所以可能也有这样子的差异 嗯 所以这边比如说这边的研究 也不能推论到比如说 你睡得越多 一个人睡得越多会越想去赌场这样 嗯 呃 我觉得可能 没有呃 没有我只是好奇就是 就是这个解论就是不要可以运动在哪个方面这样 对我觉得你这样说 你这个问题都非常好 对 我们的确是没有在 特别就是说要比较不好 如果要这样讲的话就是睡得好的话 那其实如果面对一些具有风险的事情 那你可能就会比较认真的去思考说 就是比较认真的去评估或 calculate 这个risk到底是什么 那因为有些事情其实就是 你当然是评估之后 你才会愿意承担这个风险嘛 就是那个风险可能 就是你在你还没有评估之前 你其实是没有information 不知道没有概念的 但是因为你睡得好之后 你比较mentally 比较prepared去做这种 你需要更多的cognitive resource的一些计算 所以如果从这个方向讲话 就是你可能在面对一些可能对你有benefit的risky choice的时候 那你就会比较有机会做 就算是take risk 但是其实对你来说是好的一个决定 我觉得其实很多这种类型的实验 就是你要做的 感觉就是你看到这个结果 然后你要想出一个故事来解释它 对所以其实好像你要看到不同的结果 也是蛮有可能用 就是可能蛮多contradict结果 对这个的确是会常常发生 我觉得结果蛮有趣的 然后我可以理解你的意思 因为我看到蛮多paper 他们都把risk 可能就像你讲的是一个lost domain的东西 他们把risk看作一个比较负面的东西 可是你这边是用的是tolerance 所以可以理解就是 你也就是说一个人会比较愿意合理的去承担风险 对对对对 关于那些就是需要风险 可是有好处的task 对对对对 以我们的task的本质上来说的话 其实你其实愿意take risk的那个 期望值其实是更高的 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我们算的话就是 你always take save risk 就是因为得到五块钱 但是如果你把那个risky choice的期望值算一下 我们是设计是比五块还高的对 那还有没有想要有问题呢 就是有问题就是可以直接发问 就我想要有两个问题想要请问 嗯 就是我觉得你们的设计真的是非常的 就是把很多因素都考量进去 就是还蛮严谨的 然后有两个问题想要问的 第一个是嗯 因为你们的受试者 其实年龄的范围蛮大的 从18岁到67岁 那想像是在不同年龄区间 他们的life activity 应该会蛮不一样的 比如说有人已经退休 有人在工作 有人是青少年还在读书的阶段 那就是会不会有年纪 或是像你刚才有讲到说性别的一些差异 嗯 那第二个问题是 嗯 对就是在收集那个demographic的时候 嗯 我还蛮好奇说就是 嗯 有没有关于社经地位 这一块的 嗯 放进 感觉社经地位好像 也会有点影响 你能够承担风险的程度 特别是可能在金融方面的 嗯 对 对 你说那个like activity 在不同年龄层有没有差异 这个我其实还没有分析 但我觉得应该会有 所以就是我之后 我应该会想要分析 但如果你就单纯就年纪跟性别 这两个变数在我们跟他的risk take risk的risky choice behavior做correlation的话 嗯 哦年纪我们有看出就是年纪比较大人 会比较不愿意take risk 但我们在性别上没有看到显著的差异 然后呃我们的确有问更多的那个社经地位的一些问题 我们有问他们的经济呃学历啊 我们也有问他们的财务状况 跟他们的就是我们其实问了还有很多其他问题 就是我上面举出的这些变数不是我们所有问的问题 我们还有问更多问题 只是因为我还没有呃时间分析其他的资料 所以就还没有深入的看 但其实我们问了真的很多很多问题 我们还有问他们有没有呃酗酒的习惯啊 我们还有问他们有没有抽烟的习惯 等等还有很多问题 只是还没有就是把它整理出来 嗯 呃还有人有问题吗 有问题就可以 呃请直接发问没有关系 哈啰 可以给我们看看PV长怎样吗 哦可以的 我想看一下 我我我我我先呃停止share screen 然后我把那个截图找出来给你们看 好吗 呃 可能需要找一下sorry 我记得我记得我的RV里面有 哦好对我们的app大概是长这样的 所以就是呃他就是会有点像是一个map 然后呃你们都看得到吗 有 对然后就是这个数字就代表说你有多少个task要做 然后受试者就是点进去 然后点进去之后他就是就像我们我刚才在那个报告里面出现的就是那种啊 然后risk task啊或是survey什么之类的 那他其实就是每完成一个task就可以得到这个这个gem 然后这个gem其实是可以就是买一些装饰你自己的avatar的一个东西 就是这个就是avatar就是其中一个收视者就是设计自己的样子 对然后呃我们每一周都就等于是每一周就像是完成一个journey的感觉 然后你完成之后呢你就可以开启这个宝箱 但这个宝箱没有什么意义啊只是我们实际上会真的给他们钱 那每完成一个journey呢就是他的这个背后的这个map其实是会不一样的 呃像左边就是因为他还没有完成这个这些task 所以他就是还没有open这个背后的map 那像这个就是他已经完成了 所以就是后面的map都会跑出来 对然后他其实有不同类型的呃风格 嗯所以就是其实还蛮我觉得其实界面设计的蛮漂亮的 呃我可以直接分享就是这个av的公司给你们看 就是自从 这一个就是这个我们是用这个这个设计的app来做呃实验的 所以就是主要是这个data cube help 来做我们的实验对 嗯 嗯 对这就是我刚才说就是你可以自己设计你自己的风格啊 然后你可以就是让受试者比较engaged 对但其实真的最engaged其实还是给他们钱啦 对就是我们其实给他们受试者费我们是给他们weekly的payment 然后我们进行那些task我们也会额外的给bonus 所以他们其实做那些choice都是有意义的 就是不是说他做完就没有了 是我们真的会根据他们的选择来给他们相对应的报酬 对所以这是大概是这个样子啊 对 谢谢 谢谢 如果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我可以再问一个问题 那个不好意思 那个我我有 这应该不算问题 就是我不知道学姐有没有看 就是去年Daniel Kahneman出版的那个Noise那一本 然后我刚看了我觉得 我有听过但我没有看过 我觉得我觉得我就强烈推荐就是 我觉得就是这个研究听起来很像是 所谓他里面发明的一个词叫做occasion noise 就是人与人之间做决策的差异是取决于心情跟生理回馈这些东西 对然后他里面有提到一个东西叫做stable pattern noise 然后他里面是 他说这是占那个团体决策差异最大的一个部分 但是就是现在文献回顾非常非常少 然后我刚看到就是你有做age跟gender 你说有差那 那我好奇就是说你在回顾这些文献的时候 就是你有什么感觉 然后你觉得为什么就是这方面demographic 这方面在做文献回顾或者是做研究的时候会有困难 大概这样 我觉得困难点应该就在于说这个topic太历史其实真的蛮悠久的 所以文献量其实真的很多 那还有我觉得最困难的点其实就是我刚才说就是 其实你要怎么定义这个所谓的risk preference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因为它是一个蛮abstract的construct的 不像一些其他的东西 我现在举例不出来 但是我必须说你要怎么去说这个人风险偏好 要用一个单音的量表来测量 其实真的是很困难 所以你其实用不同的量表去做测量 你就可能得到不同的结果 因为你可能问的部分就是跟其他人问的那个东西是不一样的 所以就是然后你所谓的risk也有很多不同的domain 就是有很多不同领域的risk 就是我可能是很很敢做云霄飞车的人 但其实我很不敢在social 就是比如说我可能不敢在一个公司里面发表一个跟大家不一样的意见 这两种其实都是一种risk 但是其实他们的领域是非常的不相关 所以就是我觉得这就是最难的地方 就是你真的很难有一个unified risk preference的定义 那再加上就是我刚才说的 其实这个topic在经济学心理学跟psychiatrist都有被研究 然后又不同领域的人有不同的研究方法 那不同研究方法出来的思维又很不一样 所以就是因为它就是一个很跨领域的 跨领域然后很重要的研究议题 但大家的研究方法又不一样 然后关心的面向也不太一样 所以就变成说文献到处都有 就是文献非常量非常的多 只是你要有个单音的结论是真的蛮困难的 而且有很多就是比如说性别 光是性别就有出现很多不一样的结论 对即便有那种meta analysis做的话 也会发现其实还是有很多不同的结论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困难的地方 不好意思就是我刚刚就是那本书里面是讲说文献量很少 可是你刚刚是说文献量是很多 但是结论不一样 对你说的文献量很少是指哪方面的文献 你可以再说一次 你说性别跟年龄吗 性别跟年龄是你的研究 但是Konneman他讲的是 应该算是domain的差别 就是说 你说不同risk domain 我本来是一个很risk taken 但是突然间 对我突然间假设说我是法官 我都判很重 然后我突然间看到这个人 我想起我的儿子我就判很轻 他讲的是这件事情 他说这方面的研究比较少 对 是什么意思 sorry 我以为你刚才是说性别 或者是那个 因为我觉得这种就是比较偏向 就是个人经验对于你风险偏好的差异 那个人经验这件事情或者是所谓的 我们其实就是想要找到这种 environmental的factor 来看一下这些environmental factor 有没有影响到你 但其实这东西其实我觉得很难研究 就是因为他就是很很难测量 然后你很难问到太多很personal东西 然后再加上就像以前就像我们研究的时候 就是很少有那种长期追踪的研究 所以没有长期追踪研究 你很难真的可以capture到这个人的一生中 会遇到的那些事件吧 因为通常就是你对于你刚才说的这个例子 就是有点像是这个事件非常的 其实蛮unique的就是很特别啊 就是你说像遇到自己的小孩 然后判很轻这种事情 就是这种算是比较personal的life experience 就很难被知道 再加上研究你很难问到这么private的事情 对IRB也要省要很久 所以就是我觉得我们的研究 有尽量要朝那个方向去努力 对只是真的要做到像你说的那种 呃真的很很很很 就是一个事件对于你的这种风险评好的差异 就真的我觉得是蛮难做的 但性别跟年纪这两个 因为就是一种比较stable的factor嘛 所以就是很多人就做过这个研究 嗯 了解那 呃因为他里面讲说就是环境的 像是weather这个好像就是占 占比没有就是不到10%这样子 然后然后personality好像是呃呃次高的 就大概占了20%到30%对 所以欸不好意思就是呃 呃那目前就是有关于personality影响影响的呃影响风险的偏好 就是目前的研究应该相对有相对比较好做吗 哦就这个就蛮多的对 但但我觉得呃 我觉得其实主要就是我刚才又有有点像我刚才说的就是其实还是看 如果你是经济学家的话你可能就不会对personality那么有兴趣 所以其实就是还是看你是谁在做研究 但心理学家可能就会对这个很有兴趣 对所以就是你大概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你研究风险评好你想知道其实你对风险评好 对于下一个行为的结果的影响嘛 那下一个行为要是什么 其实每个人想关心的也都不太一样 所以就是呃 如果回答你刚才那个问题就是呃的确蛮就蛮多研究在做呃呃个性跟风险评好的研究 对但这个研究做出来的意义是什么 好像还是要看你想问的问题是什么 对 嗯 好谢谢 那那个就是呃相关的参考文献 就我好像没有看到就是学姐你在好像有贴在自己的个人网站还是怎么样 就是哦是还还没有完成吗还是就是因为我想要 你说这个研究吗 对就是你参考过的文献这样子 哦如果你要的话我可以寄给你呃就是有我们要写我已经写完一个manuscript 但是就是哦这个研究目研究就是我我投了nature communication 然后review完之后目前被reject 所以我现在正在进行revision然后就希望投下一个就想要改一下之后我想要在public的share我的manuscript 所以我现在还在改了所以就没有就是在我们我至少在我们实验室的网站上我没有放上去 对但如果你要的话我可以寄给你看对嗯 好好好那那就谢谢哎我的问题大概就这样 哦好 哦sorry 好 我可以把 我的email写在我的chat里面然后如果你想要的话我可以寄给你这样 嗯 嗯 嗯 你刚刚好在chat里面有一个问要怎样举手的就是问题有被回答还是 哈哈哈 抱歉刚好没有注意到这个讯息 那个人还在吗 下线了 那还有人有问题吗 那如果没有人有问题的话那我问最后一个问题 没有人没有问题吗 那呃对那像行为就是实验经济学实验里面就是最后如果大家想要控制风险就是去看风险的影响或者把在就是发到里面控制风险的话一般会用hold and low 去测量它吗 那你觉得以你看过那么多task来讲你觉得有什么更好的 呃 alternative吗或是建议吗 就如果是以我们老师的想法就是我现在做的task 就是其实就比较简单吧 因为它就是control其中一个option 就是always是同样的option 你就只是变动另外的 但你刚才说那个是会两边的数字都会变动嘛 所以就是让这个task变得更简单一点 所以就maybe让大家比较好 就比较不会有那种因为这个task本身很难造成的一些问题 因为我知道有一些研究也是在讲什么 有些task可能根本就是因为太难了 所以就是大家没有办法好好的去计算 那我们的呃我们的task的设计不一样就是在于说其中一个option很简单 然后另外一个只有另外一个的变动 所以你其实每次要考虑的东西没有太多 但我也不能代表说 也不能代表它就是最好的一个task 所以我觉得这个好像经济学家还是正一直都有在 实验经济学家还是有一直都有在发展新的相关的实验 对 所以如果以我们自己来说的话 我们有想到要让这个实验变简单 是我们的一个切入的点 对 好谢谢 那还有人问题吗 如果没有的话 那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 那我们就再次谢谢子芸 那 谢谢大家 那 那我们先 那边剪 那我先 那我先听 没关系 那我先听说